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联邦 简称澳大利亚 其领土面积769.2万平方公里 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 四面环海 是世界上唯一国土覆盖一整个大陆的国家 因此也称澳洲 有很多独特动植物和自然景观的澳大利亚 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 澳大利亚有华侨华人67万左右 占定军人口的3.41% 澳大利亚原为澳大利亚土著居住地 17世纪西班牙 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先后敌此 1788年沦为英国殖民地 1900年组成澳大利亚联邦 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地 1931年成为英联邦内的独立国家 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首都为堪培拉 作为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和全球第十二大经济体 全球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 其也是多种矿产出口量全球第一的国家 因此被称作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同时 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放养绵羊数量 和出口羊毛最多的国家 也被称为其在羊背的国家 澳人口高度都市化 近一半国民居住在悉尼和墨尔本两大城市 其也是一个体育强国 小兹